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文明病叫做下班沉默症 也就是工作压力太大 让人在回家之后根本累得说不出话 或者根本不想说话 那么这是一种文明病 或者你可以试作是一门生意 像这位我们要介绍的海归青年 他学的是热门的IT资讯 但是回上海工作不久 他就决定改行 因为他看到了现在的白领精英压力很大 在追求高薪高报酬的同时 大家都忘了该怎么笑 那么现在他身负一项艰巨的任务 立志要让大陆一亿人笑出来 忙碌的都市丛林中 已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 上海有一群人 他们想办法要改变 小小的办公室五个人 他们是茄子脱口秀的基本成员 直白点说搞笑 就是他们的工作项目 先解释一下他们口中的三帅 其实是这个少女团体 因为和一般偶像形象有差距 在网路上引起热议 茄子脱口秀的体材 通常就从各类的时下话题下手 余震中1981年生的海归男 留学芬兰并且曾在当地工作 放下人人称线的IT高薪职业 回国后 他投入脱口秀的表演行列 脱口秀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笑话 然后你写出来以后讲给大家听 这场观众笑得很开心 然后我就对这个笑话很有信心 到了换了一批观众再讲 就没有人笑 就完全没有人笑 他就觉得就是观众的表现 好像是莫名其妙 你这个好笑吗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你自己也会就很怀疑 我发现这个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什么的问题的 毕竟脱口秀在大陆还不算普遍 商业表演多半吸引年轻白领 为传播欢笑 他们也会接些免费的一眼活动 但要逗乐老爷老太 显然余正中这回是踢到了铁板 妻子脱口秀的成员各行各业都有 老刘来自东北 据说他曾在国家保密部门工作 姐夫是金融业的精英 吴杰学的是新闻 而唯一的女生三弟做的是外貌 另外还有一百多个白领上班族 只要有时间就会加入他们 小时候觉得一亿这个速度挺大的 所以我当时想这辈子或者挣一亿块钱 或者是让一亿人认识我 其次脱口秀有个红娜的口号 要让一亿人欢笑 为什么是一亿不是13亿 因为他们估算过 目前大陆的白领大约有一亿人 在GDP7%非要的年代 竞争力也跟着成长 大家需要释放压力 当你真正缺钱的时候 你需要告诉自己 我其实没有那么缺钱 我需要生活的更完整 我需要阳光空气 我需要笑声 我需要亲情 我需要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还是也需要钱 但实际上你忘却这个的时候 其实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朋友他要结婚了 所以他要去求他女朋友的爸爸 把女儿嫁给你 这个小子紧张得不得了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紧张的吗 那是小菜一杯嘛 什么小菜一杯 小菜一碟吧 他原杯子装菜了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情 我是擅长的呀 这种事情还有擅长不擅长 我很专业的 你们看他这家脸 就知道他不专业吧 爸爸 不用磨谤啊 妈妈 请你一定要把女儿嫁给我好吗 谢谢了 你投我信我答应了吗 我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了 我不走 你问走吧 我不走 你走吧 如果今天不把女儿嫁给我的话 我是一动都不会动的 我劝你还是动一动吧 把女儿嫁给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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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就是开心 就平时跟我们上班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开心的 我们可能就会 从大家一个相反的方向去 然后之后传言给大家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没有想到 讲道理的东西 一般的观众不愿意听 而是一些 就胡说八道的事情 就是一些很扯的事情 人家反而觉得 他可能会口头上跟你说吵什么的 然后跟你辩论什么的 但是他从内心里面 其实一方面已经接受了你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这件事情 有了一个自己的探讨 这不是大自操吗 那天他们是怎么样的 法制在线吗 那天是坐桌上的好不好 对 拿桌子给他坐 你又不用我的手 所以让你手里拿个东西吧 看上去显得自然一面吧 传递欢乐的方式可以很多元 茄子脱口秀除了在外表演 现在还在网络上开了新闻频道 最近博州警方破获了一个 未成年少女性犯罪团伙 本台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看守所 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请导播为他们打上马赛克 当然还是要继续搞笑 你的欢笑就是他的钞票 那么看场脱口秀 开怀大笑 舞台背后蕴藏了巨大商机 也是同样的数押赚钱数 那么上海的坟领族 最近迷上了到厨艺教室学做菜 原来大陆中学课程 没有像台湾这样的家政课 很多姑娘出了社会还不会下厨 赶紧找烹饪老师来恶补 但却意外的在青菜萝卜里面 发现了乐趣 疏解了压力 那么幼儿人悄悄打打学木工 现代鲁班的生活 有着跟工作不一样的成就感 那么这些大人们的才艺课 都让白领族心甘情愿地 掏出钞票 洋葱切丁是制作酱汁的第一步 今天厨艺教室老师要教大家料理 炸南瓜豆腐丸 撒一点点盐 让它出水 而且这样洋葱的甜味也就会出来 地旁的学员们聚精会神 接着是豆腐切丁 搭配南瓜与摩勒登场 这内馅得要动手使劲都抓 很用力把它抓成泥状 OK 然后我们先加大概一颗鸡蛋进去 经过简单塑形裹上太白粉 然后下锅油炸 油亮的豆腐丸起锅 淋上酸辣酱汁 撒点香料 搭配小吃风格的餐具摆盘 就是一道素成的美味料理 是不是很残雅 因为它外面就是软皮Q的 外面是Q的 然后里面 但如果你是用肉米粉 就不是这个效果了 示范教学看起来容易 轮到自己动手做才知道不简单 难度最高应该是素形 因为那个形状超级濃素 然后大小要很均匀 而且要活两次粉 然后每次都会散掉 超难的 看老师做 我觉得老师很专业 然后是一个就是业余的那个感觉 这一群上海粉领 无常难得有机会下厨房 短短几个小时除一刻 大家收获恐多 就爱上了料理 为什么 觉得很有趣啊 然后可以把各种食材 都搭配在一起 我很想做饭 但是我学料理之后 我发现做料理会让我感觉到 有一种幸福的那个感觉 这样一堂课在上海 收费从200到500元人民币不等 老师是从台湾来的吴慧妮 他教厨艺三年 一开始其实不大适应 因为这里的中学 不教家政客 有些学生他们可能面粉都不认识 糖也不认识 他们会问我说 老师肉桂是肉还是什么东西 他们以为肉桂是一种肉 针对忙碌的上班族 挑选食材设计食谱 对你老师的课 在上海重见有了口碑 我相信做料理这种兴趣 是可以培养 重氛围是可以感染 然后让他可能本来从不做菜 到愿意去做 愿意去吃 甚至他到热爱 秋泽宇在自家的餐厅里 开设厨艺教室 让上门用餐的客人 也有机会实现厨师梦 我一个周末 我只要花两个小时时间 我就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 我可以学到两三道是我 晚上就能够做的菜 所以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效应 他们就会变得白领很爱来 餐厅结合厨艺教室 一旁还开设了生活杂货专区 抓住白领小资精神的行销创意 让业者成功在竞争激烈的 餐饮市场闯出名号 木工初学班 第一课先学爆刀怎么用 要把两根木头变成一双筷子 工匠自己做的东西 就是要自己来打磨 师傅简单解说后 和一日学徒们上阵 靠着特殊的木工教具辅助 大家动起手来有模有样 当然你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这座板凳上的传统报销台 所以 力度太高了 所以你在 我们在为什么要那个辅助器 入学者你如果这样子让他玩 他明天不会来 对 为了激发初学者的兴趣 黄敏聪设计的课程 要让女学员也能够上手 像是利用笋卯原理 组装小板凳 这个木工学堂位于上海市郊 却吸引许多上班族 下班后花钱来当现代乳班 需要像这样的耐心 一直打磨一直打磨一直打磨 两个小时可能磨下来 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们觉得说你们做这个行业 真的是太累太辛苦了 所以可能就有些了 就不忍心再做一些杀架了 烈武东的品牌 专卖现代东方风格的红木家具 像这样一套要价 新台币50万元 这两年大陆红木家具市场 受打赦政策影响 腰斩了一半 但借由木工学堂巡回各省开课 传承台湾木匠的顶真精神 掀起手作风潮 也让他的家具生意 得以在低迷的景气中历史成长 大陆这两年 有个最红的词汇叫做网红 也就是网络红人 他们可能是明星 也可能是素人 而创造网红的摇篮 首推视频直播平台 有大量来自四面八方 各式各样的网络主播 在这个平台上与粉丝及时互动 创意与乐趣兼具 那么这个全新的社交娱乐方式 让年轻人着迷 也创造了许多新兴行业 但是要想在这里面 赚到宅男宅女的钱 得要有哪些本事呢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手机架好 瞧好角度 把自己美美地放进 这五寸的小荧幕中 打上灯光 这个小小直播间 就准备好了 主播最后再补上一点妆 上线开播 捷安 baby 欢迎我的偶像 捷安 捷安 你好 我的偶像来我的直播 唐玉玉的主页是个平面模特儿 一有时间就上线直播 她被粉丝赐给小中立体的外号 人气很旺 进入这个平台才一个月 一上线就有上万名粉丝涌入 我现在有一万九 一万零九百多个人 在直播平台 粉丝在线聊天 主播及时回应 互动的越多 粉丝的忠诚度越高 喜欢这个主播 可以送礼物 谢谢不在乎送的宝石捷 这些礼物的价值 从几毛钱到上千块人民币不等 一辆宝石捷相当于120块人民币 一辆跑车相当于666块人民币 谢谢你才送的霓虹超跑 谢谢送的第二辆霓虹超跑 谢谢你才还送的第三辆霓虹超跑 瞬间就有两千块人民币进账 这是时下最夯的直播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上线直播 别以为只有女主播人希望 男主播同样很有号召力 看小一哥的直播宛如看演唱会 我就是农业重金书 谁能比你吐 这样的节奏就让我舒服 我就是农业重金书 黑谁能比我吐 占领大天和小巷 大妈的广场舞 他没有学过表演却唱作俱佳 今年23岁的他 三个月前开始上线直播 一个月大约有一万人民币的收入 当生的九天会这帮人他其实更愿意宅在家里 他是个宅文化 宅文化的情况下 其实说有工具节省了时间 但其实他需要有一部分的娱乐的方式来消耗这个时间 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 其实更多的是说 通过网路和外界接触 试试下年轻人的社交模式 而手机的普及和网速稳定 加速了视频直播平台的火爆崛起 目前在大陆至少有20多个平台 而数量正在快速增加 但不是你想播什么都可以 裸露 色情 赌博 抽烟 政治话题 禁止直播 也不能涉及版权问题 这个平台有200多人负责24小时监看 一旦发现违规 立刻封号 只要遵守游戏规则 大家尽情玩 粉丝的打赏 由主播与平台三期分成 而这造就了大批草根网路红人 也吸引年轻人前扑后继 我记得你啊 我当然记得你啊 西西现在大四 她不急着找工作 闲暇时直播 最多一天可以赚几千块人民币 但对她来说赚钱其次 重点是好玩 很多人就表达出很喜欢你啊什么 就会觉得很高兴 西西原本想做播音主持人 好过异校 但因为不想去外地读书 就禁读了北京磁庄学院 直播平台的出现 弥补了她的遗憾 而通过一次网路主播的海选 她认识了一个网红经纪人 协助宣传 对网红的话 碰滑 风行 碰满花 网红的崛起催生了一批网红经纪公司 晨晨最近把西西在内的旗下七位网路主播 与网友连续七天不进段的直播互动过程拍下来 放上网 便几率不错 西西的粉丝增加不少 不过这一切看在西西的奶奶眼里 实在很难懂 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如果按照我原来的想法 大学毕业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就在那儿好好干 就得到退休 孩子大了 他自己愿意怎么发展 就根据他的自己的能力吧 奶奶不知道 现在年轻人的社交模式 已经形成一股新的经济力量 而视频直播平台是继微博之后 创造网红的最新平台 也势必带动起一波新情态的网红经济 腾发的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变数 全球关注的朝鲜半岛最近风云密布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射导弹核武备战 美韩则是联合大军演予以反制 向来与北韩关系密切的中国大陆 在这一次加入了联合国决议制裁北韩的行列 引发了全球关注 《终于新闻》采访团队 前往了北韩边境的辽宁丹东 那么在这里看到了边境观光跟贸易 已经大受影响 但是小老百姓的小日子还是要过 私人小额边境贸易则从来没有停止过 餐厅里的北韩女服务生照样在歌在舞 这是记者戴绿杨世旭带来的独家观察报道 船家载着我们直驱对岸北韩的内核 看到北韩简陋的军事设施 汉港哨 还有石头砌尘的暗保 以及背着枪在山丘上巡逻的北韩士兵 有点话 非常非常非常 哪些能拍 哪些拍了可能有危险 船家一路紧盯 北韩人对于不时载着游客经过的船只 或许习以为常 但一看到照相机就充满敌意 快艇带着我们开往一艘停在江上的小船 这艘船上载满各种北韩商品 鸡蛋 鸭蛋 人参 烟酒 还有泡菜 船家冒险带游客近距离看北韩 出一趟船赚尽几千块台币 在旅游旺季一天至少七八趟 利润丰厚 丹东 大陆辽宁省和北韩接壤的边境城市 常年靠着边境贸易和观光大赚边境财 不过最近朝鲜半岛风云再起 丹东的气氛变得诡诀 我现在是在鸭绿江的镇中央 对面就是北韩 平常如果要和这一块戒碑 中朝边境的戒碑来拍照的话 游客是大排长龙 但是现在因为是旅游的淡季 加上局势紧张 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游客 鸭绿江断桥 在半个世纪前经历过战火洗礼 寒战时期 毛泽东出兵援助朝鲜 抗美援朝 当年美军为了切断大陆 对朝鲜的补给 炸断这座桥 而旁边的铁桥没有炸毁 至今依然是双边贸易最重要的通道 大陆和北韩之间的贸易 大概有70%都是经由丹东这个口岸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辆在这里等待 就是等着排队通关 联合国对北韩祭出20年来最严厉的制裁后 货车少了 专门出口建筑材料去北韩的尹小姐说 制裁之后 它的贸易少了一半以上 货物通关都遭到严查 我们走货的话还是挺紧张的 怎么说呢 每一箱都要查验 以前不查的吗 以前抽查 现在哪怕你就是走一个 你走个过碗瓢盆吧 都得查 很大影响 很大影响 专门做煤炭和铁矿的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等于停业状态 从北韩进口的货物也减少 我们在丹东街头看到挂着白色车牌的北韩货车 车牌上的韩文写着平北 就是北韩境内平安北道的简称 平常这些北韩货车多到会塞车 最近少了很多 中朝大边貌锐减 但是小老百姓之间的小鹅贸易并没有停止 我们深入丹东的渔港 在这条鸭绿江的支流 不时可以看到挂着北韩国旗的船只来回拉货 一处私人小码头 几名工人正在搬运刚刚运到的新鲜蛤蜊 北韩送来海鲜 铁矿 煤矿 而大陆这边则将发电机等各种机械和民生用品运往北韩 丹东人说他们和北韩做生意 几十年来养活成千上万人 即使制裁北韩 这些编冒不可能说停就停 丹东人跟朝鲜人还是停 鱼喝水的关系 而同样没有停止的是丹东北韩餐厅里的歌舞表演 在台上表演的个个是北韩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被派到丹东当餐厅服务生 表演时间一到立刻变装上场 他们在大学就受过音乐培训 外派丹东一呆就是三年半 为国库赚外汇 南韩人权组织估计 北韩超过十万名海外工人 每年为平壤政府赚进三十亿美元外汇 餐饮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而这也成为丹东吸引观光客的招牌 不过中朝之间并非只顾着赚钱 金正恩的任性经常惹毛老大哥 长久以来彼此的微妙关系 也牵动着半岛局势 您所收看的是中天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这几年大陆年轻人热衷于创业 他们有源源不断的点子 在一些原本负面的概念当中 找到了商业模式 比方说压力 不用吃药不用看医生 在表演跟手作的乐趣当中 得到了释放 那么网络就是他们最好的平台 连搞笑作怪都可以变成一门生意 而小生意如何赚大钱 也请您继续锁定 开放新中国节目的分析报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